你的银行账户需要有很多的零才能开始买一些超贵但同时又超笨的东西 一件22.9万美元的金正三听起来如何? 还是你比较喜欢一卷120万美元的车子呢? 你好,我是阿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有钱土豪买过最贵最笨的奢侈品 你曾经做过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黑钻石iPhone 5 当今世界手机已成为必需品 而这位香港商人的iPhone 5可是酿满了黄金和钻石 这不是普通的钻石 而是一颗极其罕见的26克拉黑钻石 更夸张的是它还用600颗白钻覆盖了苹果商标 这部定制款iPhone 5需要价值1500万美元 老实说虽然我们还挺羡慕这个家伙 但是兄弟不管怎么样 你要是把它摔了屏幕还是会碎的 水晶电脑鼠标 曾经有一段时间拥有一台电脑是很罕见的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一台电脑或某种设备 对于那些家里有个人电脑的人来说 鼠标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价格也不贵 然而实实证明 普通的鼠标对富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更喜欢用水晶覆盖的电脑鼠标 这个鼠标身上布满了 是华洛斯奇水晶和奥地利白钻 这款鼠标售价高达3.4万美元 它甚至还包括一个精致的U盘 囤鼠盔甲 我们都非常非常爱我们的宠物 但我还是想不到 谁会花那么多钱给囤鼠买一件穿起来 似乎不怎么舒服的衣服 许得你没听错 让你的囤鼠准备好 穿上一套手工制作的囤鼠盔甲去战斗吧 穿上盔甲 戴上头盔 你勇敢的囤鼠爵士 将与他的敌人展开搏斗 这套盔甲在拍卖会上 以24300美元的高价收出 人们称眼睛为心灵之窗 所以你不妨配上一双漂亮的眼睛 印度燕光师乔万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 像有黄金和钻石的隐形眼睛 他的灵感就来源于他妻子 那像满珠宝的牙齿 每对售价15000美元 闪亮系列有白金或黄金两种颜色 可选择镶嵌18颗钻石 想想你眼中闪耀的光芒吧 戴着这样的隐形眼镜只有一些缺点 这也许会祸伤你的眼睛 可能会造成眼中的损伤 可能会使你的视力比以前更糟 我们爱我们的狗狗 我们会为狗狗做很多事 但阿佑绝不会祸数百万美元 买一个钻石象圈和浴缸 有钱人喜欢把宠物当成自己的孩子对待 有些小狗去拿都是被抱在怀里 而有些小狗甚至有自己的狗狗推车 Lori为小狗制作了一个特别的钻石浴缸 所以有钱人家的狗狗 洗个澡都是这么朴实无活且古噪 相信很多人这辈子都无法感受 这个浴缸箱有4万5千颗 石火洛士奇水晶 价值3万9千美元 此外这条我爱狗狗的钻石象圈 也是送给有钱狗狗的最佳品 这款狗象圈采用鳄鱼皮制成 相见有1600颗钻石 价值320万美元 是妇人给狗狗的奢侈之选 价值120万美元一卷的车子 澳大利亚一家名为Toilet Paperman的公司 正在以130万美元的价格 出售世界上最贵的一卷车子 对你没听错 根据他们的网站介绍 这款车子需由3成24K的黄金压制而成 另外当你使用车子时 金箔会一片一片的撒落在地上 这场景就显得更加奢华了 如果你真的决定买它 他们会亲自送货上门 并附赠你一瓶香槟 签名 大家肯定都有过把自己的名字 写在沙滩上的经历 既有趣又很酷 当然作为一个亿万富翁 你必须把这个想法发挥到极致 哈马是阿联酋皇室的成员 他有自己的岛屿 但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他竟然在岛上的沙滩上 刻下他的名字 这个名字刻得很大很深 甚至在岛上形成了水路 他的最终目标是在月球上 都能看到他的名字 虽然没有公布这花了多少钱 但这位亿万富翁 已经在其他奢侈的东西上 花费了数百万美元 因此这次的花费 肯定又是一个天文数字 金秤三 有句老货说 仍靠欲壮 一个人的品行 可以从他的外表和衣着来判断 任何一个买金秤三的土豪 都希望人们认为他很富有 印度著名商人兼政治家 Pan Cash 在他45岁生日时 定制了一件18-22克拉的纯金秤三 这件纯金秤三 价值22.9万美元 重达4.1公斤 他真的给了自己最惊人和昂贵的礼物 可以肯定的是 他总有一天会创造出 以他秤三相配的纯金裤子 鲨鱼 拥有大约136亿美元的金资产 对冲基金经理Steve 买下了第一年的作品 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 老实说 这个作品的名字 并没有直接让人联想到 这究竟是什么 那么它实际上是一条 四米长的虎沙 竟在甲犬池中 而这个装置实际上 是一个巨大的鱼缸 里面的鲨鱼被悬吊着 嘴巴张得大大的 就好像他正在四处有动 寻找下一顿饭 这件作品是由Charles韦托制作 后来他以未公开的价格 将其卖给了Steve 但估计价格为800万美元 如果你能把它用在一些 有用的东西上 如当成抓紙之类的 听起来还没那么让人觉得 活而不实 但它有五米长 两米宽 那也太不使用了吧 好吧 那么也许艺术就不需要使用 因为它是美丽的 红宝石钻石笔 我们大多数人 要么在当地商店买到廉价钢笔 要么向同事或朋友永远的接着 但如果你想要一些更奢侈的东西 你可以考虑这款 价值59.5万美元的 红宝石钻石笔 这个手工制作的书写工具 包括150克拉的缅甸红宝石 和15克拉的钻石 这支笔是手工制作的 笔身和笔件 由薄金和18K白金制成 那么这支笔的问题 是你不会真的想用它写字 因为你可能会把它掉在地上 或者只是挖着它就会受伤 你曾经做过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 拜拜